喂 那我们的分享就开始了 各位观众嘉宾 然后各位原生的爱好者们大家好 今天我是来自阿里云的韩如刚 然后旁边这位是来自英特尔的张康 大家好 我俩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是 使用一个可插拔的可定制的智能运行尺 然后来去增强工作负载的服务质量 这样一个topic 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主要内容 大概是以下的这六小节 前面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简单的背景的介绍 然后后面我们会中间两节 我们会重点去介绍我们增强工作负载 服务质量的一个方法和一些技术上的设计 然后倒数第二节 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简单的demo 然后最后会QA环节 首先想为大家指出的一个现状是在大规模的Cubernetes集群上 然后现在有两点需要注意的特点 一个是在大规模的Cubernetes集群上 已经普遍地存在工作负载的统一的整合的部署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Cubernetes集群上呢 现在会有我们会把各种各样的那个工作负载 然后部署在它的一个集群的作为调度 比如说有那个微服务的那个应用 然后有状态的 然后有大数据AI的 然后还有那些创新型的应用 然后它Cubernetes集群下可能承载着各种各样的一些物理的 S的环境 比如说是讯息VM 然后或者说是裸金属的服务器 以及一些弹性的一些新型的一些 比如说弹性容器实力ECI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环境 然后另一个特点呢 则是说在大规模集群上 现在已经普遍存在着 就是我们对集群的资源利用率的一个提升 这是一个 VMware在2023年的一个报告 这指出了一个现状是说 50%的那个 那个Cubernetes的用户 是使用Cubernetes进行 集群资源利用率的一个提升 然后还有37%的用户 会使用它的一个混布的模型 然后去提升资源的效率 然后这两点呢 分别会带来资源的需求上 和资源管理上的一些挑战 据实际来讲 第一那个工作负载的整合部署呢 它会带来各种各样丰富的资源的需求 一个例子是说典型的 我们知道那个在线的服务 比如说web server 然后这样的一些应用 他们通常的那个工作负载的特点是说 他们可能是因此敏感的 然后他们的利用率呢 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流量 就随着一天的流量波动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利用率的一个波动 然后所以呢 他们也通常存在一个特点 说他们可能是over provision的 他们可能会填写比较大的一个request limit 然后来去满足他们一个 峰值的一个资源需求 然后我们常见的一些批数里的负载呢 他们可能通常是计算密集型的 然后他们对吞吐有一定的要求 但他们同时呢 也有一个特点是他们可能对短 比如说毫秒级的一个rt的影响 是一个相对容忍的 然后另外就是新兴的AI训练的作业 任务 然后他们可能又带来各种不一样的一些资源的需求 比如说他们可能申请的是GPU RDMA这样的一些资源 然后他们这些资源可能是易购的 然后会存在着各样的硬件拓谱的差异 然后会带来资源需求的进一步的一个复杂化 然后高的资源利用率呢 则带来一些挑战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随着节点资源利用率一个提升 其实POD间和POD内的一个资源的竞争 然后其实是会带来更大的一个挑战 比如典型的 我们许多大规模的企业都知道 我们现在在做那个工作负载的一些在立线的混布 什么是在立线混布呢 就是说我们去利用 刚刚前面说的在线服务的一个 它的利用率随天级的利用率的一个波动 它可能存在比较多的一个空闲资源 然后在某一时刻没有使用 然后我们会利用那个办事资源量 对资源容忍的一个特征 然后将它和在线服务部署在一个节点上 然后来去填充在线服务 显示的那部分空闲资源 然后来去改善整体集群的一个资源利用率 然后达到一个集群资源利用率的一个提升 对CPU资源等物理资源进行一个分数复用 然后但是这也其实也引来了一个 著名的Noise Neighbor的问题 比如说就是我们在混布之后呢 其实一个节点上它可能是 通常是部署了超出这个节点上 物理资源的容量的一个资源需求的Pod 比如说CPU资源 它通常可能是超卖的 然后另外就是节点上的混布情况下呢 可能很多资源是缺乏一个有效的隔离的 比如说SMT的一些执行单元 然后以及那个Last Viable Cache 然后比如L3 Cache这样的一个 在Newman Node维度的一个share的资源 然后以及内存在关这样的 它们是缺乏一个隔离的 然后这就带来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是 节点资源管理的挑战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Kubernetes在1.28上的一个现状 Kubernetes提供的是什么样的资源模型呢 是首先它提供的Resource Requirements 它其中提供了两个字段语义 一个是Request Request指它在节点上 那个容器在节点上能确保能获得的一个资源 然后Limits则是说的是 容器在节点上使用的资源永远不能超过的上限 Kubernetes呢 基于它这个Request Limits两个字段的语义呢 它隐式地会给一个Pod得到三种服务质量的等级 Garanteed, Burstable和Best Effort 这三种等级呢 Garanteed的顾名思维就是 它其实是希望你这个Pod的资源得到最好的保障 然后它也是服务质量最高的 然后它需要你的Pod的各容器的 CPU Memory的Request Limits都设置且相等 然后Best Effort呢也比较好理解 就是它其实是需要你这个Pod 就是它不需要有太好的保障 它尽力去做保障 然后这时候Kubernetes的一个 也引试得到的含义是说 它要求你的Request Limits 它CPU Memory的Request Limits都没有设置 然后Bestable则是位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QS的等级 对就是这样下面这样一个示意图 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当前提供的一个资源模型 然后带入到我们前面说的一个混布的一个场景 我们理所应当的我们会把在线服务去部署成较高的QS等级 会部署成guaranteed或burstable的 然后让它去满足它更好的一个资源的质量的需求 然后对批处理作业呢 我们通常可能会将它部署成Best Effort的一个QS 然后利用Best Effort这种特性 然后来去填充节点上空闲的一些空闲资源 然后来去改善整个集群的一个资源利用率 但结果会什么样呢 结果就是没有人会得到特别开心的去做混布 首先呢对在线服务来讲呢 它的很多物理资源会不可不免的会争抢 比如说前面说到的 像那个SMT的执行单元 然后还有模拟缓存 还有内存单关这些资源 它相当于是缺乏隔离的 然后当它们混布之后呢 在线服务的这些供养资源会不可不免的 Best Effort作业去争抢 然后会导致它的RT撑到波动影响 然后对批处理作业呢 它则会有一个比较差的性能表现 为什么呢 第一首先我们现在在Best Effort这样的混布模式下呢 我们不知道一个节点上 其实到底有多少适合的Best Effort作业去部署 但其实我们肯定能知道 一个节点上负载的高低不同 对一个Best Effort它跑上去的一个好坏是不一样的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们也对Best Effort之间 以及Best Effort之间 它缺乏一个公平性的保证 因为我们的Best Effort是没有Request Limits的 然后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实际的作业Port 其实是有大规格和小规格的真正的差异之分的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保证 它们都是在节点上被当作类似的资源隔离的配置 对 然后所以前述的Noise Neighbor的问题会依然存在 如果这些Job呢 它继续去分配一些 比如说GPU资源呢 这会怎么样呢 我们当前有一些GPU资源的一些资源管理的方案 比如说比较传统的是Device Plugin加Rapt Runtime Rapt Runtime也是指 比如说Invidia Docker Invidia 2K的之类的 也在Runtime层做了比较多GPU管理的一些封装的逻辑的这样的一个Runtime 这是一种方案 然后另一种方案是社区最新比较提到的那个DRA 就是Dynamic Resource Allocation 这两种方案呢 它们其实在DRA中已经解决了 就已经帮助去缓解了Device Plugin中的一些 调度上的一些灵活性的问题 然后因为我们前书的Device Plugin的一些很多的工作 需要你在Rapt Runtime去进行 对不同的设备去进行改进 但如果我们去对GPU的资源 对设备的资源进行更复杂的一些管理 比如说对QSWare或者说对拖步感知的调度呢 这时候DRA的它当前的一个资源描述 可能也是缺乏没有那么好用的 所以我们想去说 就是我们想去改善那个Pod的服务质量 我们想从两个方面去进行这样一个改善 第一是我们想去提出一个更增强的资源模型 来去帮助我们更好的进行混布 进行QS的改善 然后第二呢 我们想去提供一个可插拔的一个机制 来去针对各种各样类型的资源需求 进行更好的管理 下面这一节呢 我会给大家主要去介绍 我们去当前去增强PodQ那个服务质量的一些方法 首先为大家去介绍我们的一个 开源的调度系统的项目叫Cordinator Cordinator主要是由i88开源的 然后但是现在其实社区有比较多的企业 包括小米啊英特尔啊 i7啊等一系列的企业 然后都已经参与到开发之内 然后它呢其实本身是一个面向QS感知 然后以及混布负载的一个Cordinator调度系统 然后再部署在Cubernetes上 然后它在我们当前的那个问题上呢 其实它解决的什么问题呢 它解决的是Cubernetes上集群上利用率提升的同时 然后去降低缓解节点上资源争抢干扰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 然后Cubernetes当前提供的一个架构是这样子的 它主要包括控制面和节点侧两方面的组件 控制面呢当前主要有三个组件 第一个组件是那个CodeManager CodeManager可以简单理 也就是一个Controller加Manager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封装的部署的套件 Manager里面在我们当前解决的问题下呢 主要是它会负责去对节点上不同的QS策略 进行一个配置和管理 它会告诉你节点 每个节点需要对应什么样的QS策略 然后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 它会对节点上我们去进行混布的资源的数量进行一个计算 然后呢在CodeScheduler呢 这样一个组件则是我们基于社区的Scheduling Framework 做的一系列的那个调度扩展的插件 然后这些插件的主要面向的场景 也是我们这个Content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QS感知的调度 然后以及那个设备的管理 然后以及异构资源调度 CodeDescheduler则是我们提供的一系列的那个重调度的插件 然后它用来去帮助我们去在整个这样的一个QS感知的调度情况下 我们去解决一些节点上的一些重均衡 然后和一些Pod SOA的一些保证问题 我们在单机测有两个组件 一个是CodeLate 一个是CodeRuntimeProxy CodeLate是我们单机的核心组件 它就会具体的在单机测去做 比如说节点和Pod上的资源利用率的一个刻画 和采集收集上报 然后并且它会根据CodeMender下发的节点的一个QS策略 然后去进行节点上具体的QS的参数的一些注入 然后以及隔离的一些配置 然后CodeRuntimeProxy是位于CodeLate和CriRuntime 比如说ContailDs那个Corel 然后这样的一些Runtime之间的一个代理 然后它主要干的做事呢 就是说它在位于Cri这个链路上的一个代理 它允许CodeLate去在Cri链路上去注入一些Cri的参数 比如说我们去调节一个Pod它的一个CVCode 然后以及它的一个CPU的权重等等 然后CodeNator它其实当前提供了一系列的增强的资源模型和QS管理策略 这里面首先我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个策略方案是BatchResource 这样一个方案 这个其实核心就是解决我们前述的那个在立线混布情况下 对Batch资源的一个资源管理的一个量化和节点上隔离配置 首先一方面呢 它我们前面说到我们遇到的一个BEE资源管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其实我们不知道节点上有多少适合调度的BEE资源 然后所以呢我们这个方案 我们的BatchResource呢 会去跪节点上提供一个适合调度的BEE资源的一个容量的参考 然后这个核心工作其实也是由我们刚才说的CodeLate和CodeManager就可以做完成的 然后另外呢对BEE的Pod的调度 我们其实也会去允许一个BEEPod它去填写它的request limits 然后只不过它是我们的一个可扩展资源 就是Essent Resources 然后来去进行BEE资源的一个声明 据来讲它是长这样 右边这个图 就是一个BEEPod它其实填写的是右边这样的一个 YAML里面红字的部分 就是它填写的是Combinitis Batch CPU 然后Combinitis Batch Memory这样一个request limits 然后我们会按这样的request limit 去进行BEEPod的一个公平性和上线的保证 然后这个BEE资源具体是怎么来呢 可以给大家简单去介绍一下我们这样一个BEE的资源模型 是左下边这个图 我们一个节点上呢 常规来讲我们在上游基础的一个调度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节点上最上面有一条黑线 叫Total 这个Total是指一个节点上实际可调度的物理资源的容量 或者叫Allocatable 然后呢其实 然后另外我们通常会在调度器中关注 就是比如说NodeResourceFit 那样一个调度插件里面 我们会关注就是节点上已经分配了多少的资源 就是这里面第二条 从上往下第二条灰线 Allocated 也就是说节点上已分配的资源 然后在基础的调度的NodeResourceFit 这样的一个调度插件里 也就是上游主流的一个障碑交易的插件里面 我们其实只允许一个节点继续去调度它 浅绿色部分 也就是Total-Allocated之间的这一部分gap 也就是未分配的资源 然后但是我们遇到我们前面说的 在内线分布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因为刚才说到在线的作业 在线的应用在那个节点上通常是over-provision的 就是说它可能一方面它可能有三点问题 就是说它资源填写上 第一它可能 业务不知道填多少的request limits 它可能填的request limits是偏大的 然后第二呢 就是业务它可能知道它自己的应用 在某一时刻有比较高的流量使用 所以它limits不能填得太小 它可能要 而且大家知道 现在其实很多情况下 我们不会对一个Pow的 尤其是对在线服务 可能没法做特别频繁的 比如说垂直伸缩 所以我们那个limits 可能是为比如说较长一段 比如说天级甚至周级的一个峰值 去做准备的 所以这个limits 不可能填得比较大 甚至不可能填得很大 然后我们另外的第三点 可能大家很多都忽略到的 就是一个吃花效应 就是说我们其实 一个节点上可能会 数着多个Pow的 我们每个Pow的利用率的峰值之和 是远远要大于 一个节点本身的利用率的峰值的 然后中间的这三个gap 其实都会导致资源的过度浪费 然后我们想 区域上节点是填充更多的 Bash作业去把这个空缘资源利用上来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其实知道Bash的这些P处理作业 传统大数据作业 它其实都是一个相对shout running的作业 然后我们其实只需要知道 这个节点上这部分资源 在比如说短周期的 比如说十分钟内 是一个有保障的资源就好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我们会加了下面的一条蓝线这个部分 首先最下面的红线是说 我们节点上那些在线资源的一个实际的利用率 蓝线部分则是我们会对这个红线的这部分 做一个短周 中短周期的一个峰值预测 然后记录叫peak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认为 比如说这个当前节点上 这些调度的在线作业 它在未来十分钟内 最高能用的一个用量 然后在peak和allocated之间这部分 也就是深绿色这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能比较安全地 去给batch作业去进行超卖调度的 一个可复用的资源 reclimble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提供的batch资源 就是unallocated加reclimble这部分资源 为什么能提供unallocated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大部分场景 我们也允许batch作业去被抢占的 然后第二个呢 为大家介绍的一个增强的QS管理的策略 是result control queues 我们前述 其实有很多就是节点上的物理资源 比如说last level cache 也就墨迹缓存 然后和内存带宽 然后他们其实当前在原生的 那个couplet和那个cli的一个管理下 它是缺乏隔离的配置 然后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 现在有很多的那个硬件的特性 比如说英特尔的rdt 然后和amd的qs和arm的mpam 他们都提供了比较一致的 那个result control的接口 然后来去管理这些硬件的资源 然后我们其实现在也就基于 这样的一个硬件机制 去对针对性的对混步的情况 对进行QS的限制 具体来讲是我们现在 比如我们cognitor中可以定义 右边图这样的一个配置 这是一个Coffee Map 然后里面其实那个最下面的 那一个结构体 BE class下面都是我们对 节点上BE pod的一个QS配置 我们可以通过rdt 通过amdqs等一些硬件机制 去限制它的一个L3 cache的 一个使用的比例 然后其实是录的比例 已经是一个录划分 然后另外是内存带宽的 一个整体的百分比 然后我们现在使用的 一个比较朴素的一个策略 是一个静态划分的策略 然后这也是考虑到 就比较稍微早一些的rdt机制 它其实支持的能力 没有那么强大 但是我们其实在 现在比较新的 比如说英特尔的机器上 它其实已经更强大的rdt 这也是我们后续会持续 得带的一个QS策略 然后另外呢 我们我想为这里 大家去介绍 简单介绍的一个 QS增强的方案 是我们会去对节点的 各种拓扑资源的 拓扑感知进行增强 比如我们知道 那个社区的kuplet 有那个topology manager 我们其实可以 对Newr上的资源 进行一个划分 但是其实我们前面说到 我们现在要去管理 batch resource的资源 但这个社区是肯定 当前对batch effort 是缺乏这样的一个 比较好的保证的 但是我们现在 其实是允许 Cordinator提供了 对be资源 进行NewrAware的一个调度 它允许我们去把 一个be的pod 它的能共享的核 就是实际能 就是能跑到的核上 这个集合 其实会划分到 一个或多的NewrNode上 然后这也是我们 现在能去支持的 整体上来讲 就是说我们对 各种各样的资源竞争问题 我们其实可以 不断地去发现 有一些资源的一些 性能或者争奖问题 然后我们会采用一个 分而置之的策略 然后会不断地把它去拆解 然后去解释成 我们对应的一个策略 其实在Cordinator中 它是对应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 plugin 然后来我们去解决 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前述的 这样一个QS增强的策略 其实也带来了 具体的资源管理机制 的一些需求 第一呢 就是我们其实在节点上 会去管理各种各样 常见的C Group资源 例如CBS Carta 然后那个CPU Set 和Memory Limit 这就是对应的节点绑合 CPU时间片 还有内存上线之类的 这样一些常见的CPU资源 然后我们想去管理这些资源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些资源 通常是被Coplet和 ContainRuntime 比如说ContainRD 然后是管理的 然后我们想去 做一个比较好的 资源管理机制 我们其实需要对 避免对这些 和这些 就是主链路的 这个资源管理机制 去打架的 我们想避免和它们冲突 这是一点需求 然后第二点呢 是说我们其实 想去提供一个 尽可能贴近上游 然后能开远的 标准的一个 资源管理的方案 我们其实是希望 对Coplet和ContainRuntime 是无侵入的 然后这也是 我们重点 需要在下面去 介绍的 我们分析的一个设计 第三就是进一步的 我们需要 我们资源管理的状态 是一个稳定的 我们需要能和容器的状态 持续去进行 双分同步 然后除了常见的 CPU资源 我们还在 比如说爱业场景 然后以及别的 各种各样的大规模企业的 一些场景里 我们会有一些 out-of-trade的内核特性 比如说 我们的龙锡内核 提供了 这样一个 针对混合的 一个CPU调度的 优先级的一个机制 我们也希望通过 这样一个资源管理机制 进行统一的管理 资源管理机制呢 其实现在有一些 比较多的 就是下面四种方案 其实都是对 Coplet和ContainRuntime 相对无侵入的 标准的 第一 就是社区最基础的 其实是标准的CRI 也就是Coplet 加ContainRuntime 比如ContainRD 这样一套资源管理的链路 但这样资源管理的链路 显然是缺乏 我们前面说的 对B1资源那些管理的 然后另外 SunLong则是说 在这条链路之间 额外去部署 一个单机的agent 然后去自己去手动地 去直接去修改 CPU资源 然后CRProxy 则是我们前述的 那个CodeRuntimeProxy 这样一个方案 我们去在Coplet 和ContainRuntime之间 部署一个Proxy 然后去进行 参数的一个调整 NRI则是我们 本次要重点去分享的 我们其实是利用了 那个ContainRuntime社区 一个重要的 一个标准特性 我们其实对上 能解决前述的一些 侵入性和 以及部署方 易用性的一些问题 这部分呢 下面就是 由我旁边的 那个张刚同学 给大家介绍 谢谢如关特来的介绍 就是 我这里就是 正好就是刚才 如关特来讲的 就是标准的一些方案 可能有一些 有前述的几种 所以说我们 为什么会选择 就是把NRI 集成到CodeRuntime上呢 所以我们可以 先看一看 就是说 这是这种方式的 一些区别 和为什么会有 这种方式 说标准的这种 那个CR request的链路 其实就是说 从Coplet 然后到 可能的Runtime 然后到LowLevel的 可能的Runtime 对吧 那么 这样一条链路上 我们怎么去做一些 更自定义的一些 那个精细化的 一些资源管理呢 那首先我们想想 那是不是可以 最简单的 最直接的 可能就是旁路 对吧 那就是说 我们单独一个load agent 然后 Ether是说 我去 也一步地去更改 这样的一些 根据事件 Pode或者container事件 去一步地更改 这样的资源 或者是 从我 拿到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呢 去 去call这个containerRuntime 去做这样的一些 修改 对吧 这是一种方式 就是旁路 我们简单地说旁路 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不是 这条链路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中间插入某个点 那就是很明显 就是progress模式 对吧 我们在coblet跟containerRuntime之间 然后我们插入一个progress 然后这样的话去劫持 上游的这个cr request 然后把cr request做一些 对应的一些修改 然后把我们的一些policy 或者是config去apply下去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 其实是还有一些场景 就是说我们考虑一下 就是说这个链路上 我们到底还可以在哪些地方 去做一下这样一个hawk呢 其实还有一些厂商 他们是在 相当于在coblet做一个hack 对吧 coblet自己去改 做一些轻入性的修改 然后去 可以去做一些 相应的一些resource 资源的一些update 或者是config之类的 当然这些可能 就这样 那这种方式可能就是对coblet 有一些稍微有一些轻入性 可能不符合前书的一些 有刚才同学说的一些需求 所以我们就说提出 那AI是不是可以 就是说 其实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那我们除了在coblet 那是不是可以在container-d这边 做一些事情 对吧 那其实AI就是在container-d这边 做的事情 它是一个 它其实是 OCI兼容的一个 one time里面的一个 Plugin的一个framework 它当前的话 其实已经在container-d Korel已经在 container-d的1.7和 Korel的1.26的版本 已经支持了这样的一个feature 然后就是说 它其实是一个 Plugin的一个framework 然后支持用户 可以去自定义 去写一些插件 然后跟container-d 或者Korel 进行一些通讯 然后去订阅一些pod 或者container的一些事件 拿到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呢 那Plugin其实可以支持 就是说你自己去写 去更新一下OCI spec 然后更新OCI spec之后 返回给container-d 然后container-d的话 就是继续把这些OCI spec的change 去merge到这个主链路上 其实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整个主链路 其实是没有动的 我们更通俗一点讲 它可能就是在 这条链路上 在container-d里边 打了几个洞 然后我们把这些 僵硬的修改去改上去 然后再由主链路去apply下去 对我们这里稍微比较一下 就是说这几种方式 有哪些优缺点吧 比方说这个 从功能完整性角度来说 这个standard模式 其实它是 因为它是旁路 它其实不支持 一些类似于GPU的 环境变量的注入 对不对 然后从这个可操作性 和这种稳定性来讲 那proximal是因为 它是在这个链路上 它又加了一个点 那这一点 因为是你是 实际上是自己加的 所以它可能是对 这种稳定性 是一个问题 比方说这个点 如果挂了的话 那其实 整个其他的cr request 那其实都没法work了 然后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说 你proximal是 其实是需要 改cublet的启动参数 然后再重启cublet 所以这相对于来说 对于运维啊 也是一个 稍微一个增加力点 对 然后都从实质性角度来说 proximal和NAI 其实是比较 其实主链路上 是比较实实的 但是Standloin 就是适与异步的 所以它会稍微有点 实质性没有那么强 当然 你需要使用NAI的话 需要把可能的D 或者是Corel update到一个 相应的版本 另外一个就是说 由于proximal其实是 在主链路上 其实是跟cublet 是相对比较偶合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适用于capacity environment 然后另外两个模式 其实对于long capacity environment 其实也是适用的 所以 所以我们就是 其实是想要 把NAI提升到 那个Corelator 然后 当然NAI也并不是 一蹴而就的 其实是 NAI在 CubeCon 它其实也是 经历了三年了 就是 从21年的时候 其实初步提出 这个 smart runtime的一个概念 然后到 到22年的时候 NAI正式的被merge到 那个continentd和Corel 这个社区 到23年 我们这个topic 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把 NAI 这个提升到Corelator 去解决现实中 现实世界的 混沌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是 一脉相承的 对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是说 看看到底是 这个 NAI怎么提升到 那个Corelator上 其实NAI 提升到 这部分的design 是相对比较简单 其实我们就是说 把Corelator作为 一个NAI的plugin 我们去实现 对应的NAI plugin的接口 然后通过 NAI的request的协议 就是request和response 跟那个continentd 里面的那个 NAI的adaptation 进行一些交互 然后这样子就是 其实就这么简单 整个流程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 然后当然我们是需要 同时去实现 一些NAI的接口 就是说 去订阅NAI的request NAI的一些 进行一些 那个pod的事件 比方说 run post sandbox 那个create container 或者update container 当然这因为是 其实现在是因为 这个社区版本的 Corelator 其实只用到了 这三个这个事件 但并不意味着说 NAI就只是 这三个事件 其实NAI支持的 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事件 比方说 post啊 post create container 或者post update container 或者post stop post sandbox 这些事件 都是支持的 然后我们 其实这个feature 已经被 在colonator 里面 release 在1.3release 已经正式的去支持 而且default 是已经enable了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 说看一下 整个这个 通过enable 这个NAI之后 它这个workflow 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这里拿那个 之前 有关同学说的 一个batch resource 这样一个plugin 做例子 这个batch resource plugin 其实它主要是 操控的是 这样CPU的 这样子 cgroup的几个参数 CPU的这个 时间片啊 或者是优先机 还有memory的一个limit 然后 当然它订阅的 其实是 这样子一个事件 就是 run post unbox 就是create container 和update container 一个是post level 另外两个是 container level的 我们通过这右边 这样的一个图 我们就可以看 就是详细的看一下 整个一个workflow 是一个什么样子 比方说create 通过一个 发布 一个cr request 过来之后 到container d 然后container d 会把这个cr request 通过这个cr request 提取出 组装成一个 LCS spec 对吧 然后当container d 发现 我实际上是 有一些订阅事件 比方说run post sandbox 或create container的话 它会把这样子的 最开始的 LCS spec 去 交给 那个NAI的 adaptation 然后NAI adaptation 会把这个ocs spec 组装成一个request 通过rpc协议 去发给这个cordinate 然后cordinate呢 其实就会发现 假设我这是一个run post sandbox 事件的话 那我其实就是调用 这样 调用对应的事件 事件的一个hawk 和它的handler 然后这样子就是 这里 这里做的主要 另外工作 就是说把ocs spec 去转成cordinate 内部的协议 然后这样子交给 后面的cordinate 内部的自己的一些hawk 就可以去做 去完成hawk 所需要的事情 比方说这里的 这个plugin batch resource plugin 在po level的话 它就会去 setpo level的一些cgroup 上述的一些cgroup 然后如果是 比如说create container的话 它其实是会 它并不会自己去 apply这些cgroup 它会把它组装成 一个ocs spec 然后通过 这个NAI的response 返回给containerd 然后containerd 再去merge到 这个主链路上的ocs spec 这样子去通过 软c再去 真正的去设置到底下 底下的container的 这个limit 或者是request之类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 就是其实是 NAI的plugin的话 其实是可以多 这可以有多个的 然后比方说 就是跟cordinate 同级的NAIplugin 其实也可以有多个 然后cordinate 自己内部的 根据订阅 某一个事件的话 也有自己的内部 有很多的hookplugin 所以其实这里是有 两层的plugin的一个机制的 OK 对 关于那个NAI部分 就是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后面可能 我们会有一个demo 然后由柔光同学 继续给大家介绍 谢谢 感谢张同学的分享 然后我后面 下面会给大家有一个demo 我们这个demo是一个 简单的在立线 混布的一个场景 然后我们这个简单的 混布的也会 也做成一个lab 然后由阿里云的 云起实验室提供 然后现在大家 其实也是可以 用自己的电脑 去扫这个码 然后去进行 云起实验室 这个试用操作的 就可以在这个实验环境 去进行简单的 混布的验证 然后这块也去具体的 去使用了我们的cordinator 我们首先这个场景是 我们会 没有头 稍等 这个场景主要是给大家 有一个简单的 那个典型的在线应用 我们会拿NX做替代 然后我们离线应用是 用一个视频转板 用fmpag 然后做一个替代 然后我们在一个 实验的环境 其实这个规格比较小 是个4C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们会部署 NX和fmpag的一个 同节点的混布 然后我们去看它 NX的一个rt的性能 首先我们这是一个 NX的一个yaml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节点上 把NX部署起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对 NX有一个基建的 一个性能压测 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 NX自己跑的一个性能 大家可以到时候 一会儿去看 我们去拿wrk 然后去做一个NX压测 然后可以看到 NX主要重点关注 它的一个p50和p90 p99的一个rt一个分布 然后这里面 这个demo里面是跑了两组 对 然后这个rt 大概p50是152左右 然后那个p990是在180 然后p99是那个 一毫秒左右 然后我们下面是一个对照组 对照组是我们会部署一个 用besteverqs 然后形式去部署的一个mpeg 也就是社区延伸的一个混布方式 然后去进行 然后和NX进行混布 然后我们去看NX的一个性能的变化 嗯 这是第一组 嗯 这个其实压了60秒 只是我们这个播放的工具 然后现在会把它缩短成零秒 两秒 然后这个p50的rt是171 大概提升了百分之 呃 就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十几吧 然后差不多 然后那个p50大概170左右 然后p90的增强增高的比较明显 大概提升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然后p99呢也提升了百分之 也增大百分之二十 然后其实也就是说它的rt这个长尾去 就更明显了rt整体也升高了 就均值和呃一个尾分布都提高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那个在这个bass effort的 在炮的里面它的那个容器的那个它的CPU的实验片 Cypire Quota也就是还有CPU Shares 这些还有Memory Limit这些权重全是没有设置的 这就是原生的混布 它缺乏节点上隔离的一些情况是这样的 然后混布的过程中我们前面也看到有一个整体的自研利用率 其实这个节点已经压到百分八八的这样一个CPU利用率了 其实也比较高了 然后下面是进行我们实验组的一个混布demo 就是我们会这边有一个我们Cordinator的一个QS配置的YAMO 大概来讲就是我们开启这种前述的什么Google Identity 以及前述的最不常念的是Batch Resource这样一个Plugin 然后我们下面提交一个Cordinator的BE的FMPEG 它申请了我们Cordinator的BashCPUBashMemory资源 然后它会也在这个节点上部署起来 对叫BEMFMPEG 然后电线都跑起来了 然后这是实验组的第一组性能 可以看到那个P950的那个RT 就已经基本上已经比较接近那个BaseLine了 就是是157 BaseLine应该是150 151左右 然后P99也明显降低了 然后大概在10%左右的一个相比BaseLine的一个差异 然后节点 然后P99呢变化到不是特别明显 然后不过我们这个机器其实是一个4C的一个机器 其实我们在更大规格的机器上 大家会容易拿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混步的一个性能改善 然后这是我们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BEMFMPEG的POD里面 它现在它的CPU的CPU Calata 它的CPU Shares和那个Memory Limit 都通过我们其实前述那个BashResult的机制 已经配置好了 然后现在这个是一个压测之后的一个数据 下面可以看到那个利用率 其实应该上面那个结果 就是是现在混步的话 利用率是75%以上 我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去控制混步的水位 去把这个水位进一步降低到 比如说我们认为合理的范围 比如说50甚至65左右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DEMO部分 然后我们今天的分享整体就是这样 然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首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Coginator和NR的一个 Coginator本身的一个资源模型的增强 然后以及Q4增强 然后还有和NR的集成 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呢 也去想去在原生的那个雕度系统啊 原生的一些管理系 资源管理系统啊 提供一个相对优雅的一个资源管理的模式 另外我们也想 因为我们也知道各种各样的友商啊 然后相对的很多大规模企业都在做混步的技术 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对Coginator Coginator都不侵入的一个技术方案 然后去促进那个混步技术的一个标准化 然后第三呢我们其实也通过NR和Coginator基层去 本身对Coginator呢自己呢 其实也是极大去改善了它部署的灵活性 我们不需要去模改Copulate 我们也不需要在Copulate和contain run-time之间 有关键路径去部署一个proxy 对稳定性带来额外的比较大的干扰 然后同时呢它也改善了我们资源管理的这个时效性 因为它在NR这个管理呢 是对C-group管理是一个同步的 我们可能遇到比如说memory的limit 如果一个pod它B-pod它刚开始UZ跑得特别大 我们后面再去设计limit它可能设不上 但NR这个方案是能解决的 然后Coginator在未来的一些工作 我们这里列了几点 首先就是我们会也会在后续的Coginator版本里面 我们先发了1,2,3版本 然后后续也会持续去推进 我们和NR的相关的一些工作集成 比如说我们会把更多NR的特性 集成到Coginator里 然后另外我们也会去把一些 平台感知的一些QS能力 比如说更高级的rdt能力 然后去进行在Coginator中进行增强 包括我们前述的对缓存的管理 当前是一个简单的朴素的境内划分策略 我们也会去考虑去做动态划分 以及更犀利度的一个缓存的管理 然后呢另外就是还有我们进行在做的一个 资源放大 节点资源放大的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其实是一个 就是我们去允许我们去放大 节点上能调度的原生的 native的CPU和memory资源的这样一个机制 它能帮助我们去在后续的各种 对在线服务的一个超卖的场景 去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CPU规议化的一个调度 我们可以把不同机型的一个型号屏蔽 然后去做一个CPU的一个超卖 然后呢我们本身调度上 我们也有很多规划的一些点 然后在那边列出来 比如说我们会继续去做 拖步感知和QS感知的一些增强的调度 然后那个另外就是我们会持续去增强 我们在Ego设备管理和GPU管理的一些资源管理能力 还有就对大规模的一些调度场景 我们知道有一个 我们其实内部已经做过的 我们现在会持续往开源去反馈的一个能力 叫做等加类调度 其实也去改善我们一个调度的一个性能 整体就是这样 然后最终呢 最后呢这是我和那个张康同学的那个联系方式 然后以及Cordinator相关的一些材料 然后欢迎大家如果关注Cordinator的话 欢迎大家去扫右下角这个 这个钉钉的那个二维码 其实是一个我们Cordinator的一个社区的钉群 欢迎大家在群里面去提问 然后上面也有Cordinator里面各种领域 以及Intel的同学 然后去一块给大家去答疑 去解答问题 OK 看看哪位同学有一些问题吗 是这样就我问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集群的话 里面是用的是蚂蚁的那个Coffee的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的话 可以被那个就是 就这个组件可以就是去做它的QOS的一些那个吗 嗯 它对控制器有什么要 有是标准就 KPS在的还是说 它这么定制化的也可以去 我想进一步确认一下 就是这个控制器它具体做什么呢 就是在你们的场地下 它是就是它KPS模型是Deployment的嘛 然后它就是蚂蚁这套的话 它是它主要是替代了Deployment 是做的CopyDeployment 嗯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应用POD 全部是部署在这个上面的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就是对Cognitor肯定是适配的 因为Cognitor 其实它不会 目前还没有关注到 具体到那个 就特别是我们在节点管理和混沐这些场景下 我们其实关注最终是POD这样一个对象 POD 对 你其实提的应该都是Walkload相关的一些管理 这一层其实对我们相当于说透明的 透明的是吧 对对 那我问一下就是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对EU的集群 去做它的那个就是QS的经济化管理的话 有一些信用的经验吗 分享一下 嗯 整体上就是先我们得就是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们做这些QS管理 我们首先得知道业务自己的特征 嗯 那就是首先我们要看到那个有应用的画像是吧 就是对也不一定要做成一个特别量化的一些画像 就是我们整体要知道业务有哪些特点 比如说我们集群上都是大数据的作业 那可能是另一种管理的方式 我们前述的今天主要讲的是混沐 再离线混沐 就是说我们把那些微服务应用和一些在线的一些 比如说Wave Server这些应用和大数据作业去做一起混沐 但是有的场景也可能是比如说它只有大数 那个在线服务的自己部署独占的部署 嗯 也或者大数据独占部署 这些特征需要先确定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规划具体 我们去用哪些QS策略 我们去做怎么做自然调度 嗯 好 谢谢啊 诶 诶 是那个后面 后面好像有一位 哦 我想请问一下 那就是刚刚那个demo的最后 就我理解 呃 因为Nginx服务一下打进来了很多流量 所以那个时候能够分配给BatchJobPod的资源就变少了 然后就能保持最后它的那个延迟依然保持在150毫米左右 那如果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节点上可以分配给BatchJob那个Pod的资源 已经小于它的那个request值 那这个BatchJob的Pod会被从这个节点上驱逐出去吗 嗯 实际对 是我们我们是支持这种能力的 但这个长 但是BatchJob是不是要驱逐这个事实际上要看这个作业 它自己就希望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们除了驱逐我们还有 对CPU资源来讲 我们还有压制能力 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个Pod 比如说它这个BatchJob它可能它不想被驱逐 它想保活 那我们可以把它的CPU压得比较小 让它也对那个在线业务有比较小的干扰 然后这时候它是能保活的 因为有些比如说 特别是像AI的那种训练作业 它可能它在一个节点上被驱逐 然后再跑到另一个节点上的一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可能比如说跑了几个小时 然后你先把它驱逐了 它在另一个节点又重新开始跑几个小时 然后这种情况它可能会期间保活 然后但是驱逐你刚刚说的 我们也是支持的 我们可以去根据 我们现在已经支持根据节点上实际 就是适合Batch的那部分资源 也就是我们那个capacity那部分 然后它有多少 如果这个比例满足度特别低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BPOD去驱逐掉 这也是支持的 是一个可选方案 好 谢谢 OK 大家 不好意思 那个时间好像已经到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欢迎大家去扫那个丁丁群 然后就在群里面提问 我们也会在群里面去给大家解答 感谢大家 谢谢